最近台湾掀起赛德克芭莱风潮 今日赛德克芭莱在台北西门厅举办感谢见面会 魏德胜导演带着身穿族服的马志祥一同现身记者会 魏德胜导演感谢大家的支持 马志祥也履行承诺穿上族服与大家见面 马志祥一开口就以赛德语跟大家问候 顿时之间感觉回到赛德克芭莱的片刻之中 身穿族服的马志祥表示 为了履行承诺穿了族服一点都没有不自在感 反而有一种很骄傲的眼神 电影上集太阳其中并没有大家的戏份 但是下集彩虹桥会有很多马志祥的精彩演出 马志祥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赛德克芭莱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穿着 其实不会我反而有点穿上去有点自在 我不晓得刚从穿衣服 换衣服的地方走过来 我觉得自己有点骄傲的感觉 对我不会因为穿这样子而觉得怪怪不会 目前赛德克芭莱票房已经冲破3亿的好成绩 被问到要多少的票房成绩才能稳装不赔 魏导则笑说哪有人会嫌多 票房当然是越高越好 同时导演透露 影片目前也正积极地在做内地需求的剪辑 希望可以快点打进内地的市场 因为那边重点的很多的比较杀戮的镜头要拿掉很多 那你不是只有拿掉了 你还要让整个故事能够顺下来是流畅的 那现在因为你看这阵子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在忙 也没有时间真的安静下来剪 那应该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抽空去把那个东西剪好 然后去送神这样子 我们就会抽空去把东西剪好